我聽說你來到這裡之前 因為一些言論壓力很大 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是嗎 嗯 就是 我來的時候就是有很多 網絡上面的評論會說 嗯 你 我就覺得 嗯 還是我不說 他就是那個 壓力該有多大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網絡評論會說 你 你經歷過一些 那些事情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來參加那麼青春的 節目 哇 我懂了 很多女生 可能都會 有類似的事情 但是我想說的是 所有的經歷 包括今天我 在F班 都是有他的道理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不要理會 我活在這個網絡 發達的年代 可是我一點都不活在評論裡面 所以 愛自己 愛自己 錯自己 勇敢地往前走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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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關係 謝謝 對不起 所以我們並不瞭解 你到底經歷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並不瞭解 所以我們並不瞭解 不說 OK好 好 但我覺得無所謂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你也不需要去回憶那些言論 因為這是你的人生 是你自己在過 大家對他的質疑就是說 他不符合女團的標準 那的確也有一些大眾 對於女團 會有一種要求 甜美 可愛 沒有太多的社會經歷 被塑造得很類似 可是誰說女生只有一種樣子 我們女生可以 可以千變萬化的 所以這個是會讓我 會很想要去思考說 我們到底在這個 青春有你第二季 我們到底要做出什麼樣的女團 我覺得一定要打破那個思考